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诞生了许多独具神秘色彩的文化,而且对人们有着很深远的影响。 我们都知道,龙是华夏文明的象征,我们中国人也被称之为龙的传人。 麒麟作为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兽,它的地位并不比龙族低,甚至还隐隐盖过了龙族。 按照古人的说法,只要出现了麒麟就是美好的兆头,一定会给人们带来吉祥的事情。 事实上,人们对于麒麟的真实性还是比较质疑的。 在上个世纪,一头酷似麒麟的生物竟然出现在了清朝末年的照片当中。 这张照片的流出更是将麒麟是否存在的话题推向了高潮。 那么客观地说,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麒麟吗? 如果没有,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? 本期视频就带领大家一探究竟,揭开麒麟背后的秘密。 关于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,孔子先生的诞生,也存在一个传说。 麒麟一般不会轻易出现,然而,根据史料记载,可以发现,他似乎与孔子之间有着很密切的联系。 相传,孔子的母亲严征在将要临产之前,去泥丘山上为孩子祈祷,结果途中遇到了一只麒麟口吐欲书。 上面文字的意思是,孔子是水晶的儿子,并不是一位凡人,虽然没有帝王之位,但却有着帝王之德,即称为肃王。 回家之后不久,严征感到父同男人,便生下了孔子。 严征觉得儿子就是上天给自己的恩赐,于是就将丝绳系在了麒麟的鸡脚上。 刚降生的孔子,头顶长得中间低,两边高,和泥丘山的样子还有点相似,所以严征给儿子取名为孔丘,自终迷。 因此,也有不少人都说,麒麟县,圣人初。 在春秋时期,鲁国的大王鲁埃公对狩猎情有独钟。 在一次狩猎中,一头怪异的骑手突然窜了出来,在场的数百人都大惊失色,随行的手下害怕伤害到鲁埃公,一箭射了过去。 没想到那只骑兽直接倒下不动了。 随后,大家都围上去想看看这究竟是什么生物,但是七嘴八舌说了半天,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 这个时候,有人提议说,孔圣人周游列阁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之一。 于是,为了准确鉴定这个生物,罗埃公命人将孔子请了过来。 来到现场后,孔子定睛一看,认出了眼前爷爷一息的生物就是传说中的麒麟神兽。 这些孤陋寡闻的人竟然将麒麟杀死了,孔子感到十分痛心,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 一旁的弟子也纳闷了,他们不明白师父为什么会哭。 随后,孔子便告诉众人,瑞兽的出现是一种祥坠的象征,代表着太平盛世就要来了。 如今这些人却杀害了麒麟,这便成了一个不祥之招,事后的年代便会战乱纷飞。 从此之后,西兽霍林的故事就被人们广为流传。 71岁的孔子对这件事情也一直耿耿于怀,索性就从此戈壁不再继续写春秋这本书了。 因此,这部后世经典名著也就停留在了鲁埃公十四年。 不久之后,孔子先生便离世了,御灵而生,祸灵而死,在孔子的一生境遇上体现的淋漓尽致。 除了中国之外,在国外也有类似于麒麟的出现。 有资料记载,孟加拉湾附近有个农户家里母牛生产下了一只麒麟宝宝。 在当时劳动力匮乏的年代,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,或者说是一件喜事,但是结果却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。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原来,刚出生的这只幼崽,额头上长着树叉状的鸡脚,马的脚掌,回身上下布满了鳞片,只有尾巴是正常的。 这也是它和母亲唯一相似的地方。 这个怪异的物种,简直就是一只名副其实的麒麟。 与之前不同的是,这次是直接出生的。 这种线线放在古代自然是不能被解释出来的,甚至还会被赋予更神秘的色彩。 但是在科技发达的现在,科学家给出了我们答案,这只幼崽之所以会发生畸变,很有可能是基因突变造成的,或者是环境的破坏等等。 不得不承认,这又一次打破了人们对麒麟真实存在的传说。 那么问题又来了,麒麟真的只是古人的臆想吗? 其实,在清朝的一部文献中,也有过类似牛生麒麟的记载。 雍正年间,在平渡州,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平渡市,在一户农民家里,一道火光突然闪现,把正在熟睡的农民都给惊醒了。 他们赶紧查看后,发现自己家的母牛,竟生下了一只怪兽。 这只异兽同样是全身被鳞片包裹,头上也长着一双鸡脚,简直不能有更恰当的名字来形容它。 农民担心这个怪物会给家里带来祸事,就把他无辜地杀害了。 后来这件事被人报告给了相关部门,便有了关于此次牛生麒麟的记载。 在古代,人们对于生物的认知范围太过于局限,往往是凭借感官的直接一想,史书中才会出现对麒麟的相关记载。 而开头所提到的那张麒麟照片,相传的是一位传教士洋人,在中国境内拍摄的一张照片。 我们可以看到,在这张黑白照片中,背景是一间破旧的老房子,院子内还堆放着大量的断幕。 最突出的就是有两只十分奇异的怪兽。 这两只怪兽的身高大概有一人多高。 它们长有龙的头,鹿的脚,牛的蹄子和鳄鱼的尾巴,身上覆盖着坚硬的银甲。 这个模样的怪兽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,和传说中的麒麟相似度高达80%以上。 在麒麟的旁边,我们还可以看到,有两个头戴斗笠,身披缩衣的神秘人。 同时,还牵着一个奇怪的人形怪物。 它的体型与正常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,手掌和四肢也是非常奇特的。 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有奇力吗? 那个怪人又有着怎样的来历呢? 后来,人们对这张照片的争议越来越大,专业人士不得不出来鉴定。 他们利用技术鉴定发现,这一张照片其实是后期制作的,旁边的两位神秘人都是异域风格的装扮。 要知道,最早的照相机是1846年,由一个法国人传入中国的。 而且结合照片中的年代,时间是对应不上的,所以并不符合实际情况。 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,这一张在网上传出来的图片清晰度极高,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,都像是一件经过精心制作而成的艺术作品。 由于技术十分的高超,达到了以甲乱针的程度,普通人很难看出来,这才造成了这次哗众取宠的闹剧。 从地球生物进化过程来看,麒麟这种生物的存在是没有任何证据佐证的。 然后从生物学角度来看,类似麒麟的生物是铁定不存在的,因为喷火这项技能只存在于奇幻作品中,在自然生物中是不可能有存在性的。 总而言之,我们需要记住的是,麒麟是一种仁慈善良的吉祥神圣,它还是一种祥瑞的象征。 除了有国父民强天下太平的吉兆外,人们也坚信麒麟能够帮助人们消除灾难,走出痛苦,并且还有旺财,提升职位的寓意。 至于麒麟的存在与否,都不影响人们的美好愿景。